朋友们好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仔细看仔细听 说出来你可能不敢相信 恭喜看到了传说中的 人造太阳核聚变火焰 听到了刀穿栗子 融合成亥的狂暴声音 相信绝大多数人 可能还是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听到就问你激动不激动 但你看到的也是这个装置 最后的辉煌了 你见证的是一段历史的结束 别担心没有发生爆炸 装置也没有被摧毁 但它即将用16年的时间来拆毁 感觉有点奇葩 为什么要拆16年呢 这是去年10月3日 世界上最强大的托卡马克装置之一 英国牛津郡卡德普核聚变中心的 欧洲联合环状反应堆JET 最后一次刀穿巨变实验的内部情形 到12月18日整个实验全部结束 JET已宣布退役永久关闭 就是在这最后一次实验中 科学家们干了一件以前想干 但却不敢干的事情 让JET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记录 它用0.21毫克的燃料 维持了5.2秒的核聚变反应 产生了69兆焦耳的能量 打破了它自己2021年创造的 59兆焦耳的核聚变装置 最大输出能量记录 69兆焦耳相当于19.2兆瓦的电力输出 英国原子能管理局的米哈伊尔马斯洛夫斯瓦 这可以同时为12000个家庭供电5秒钟 那么这个能量究竟是多大呢 这0.21毫克燃料产生的能量 相当于16.5公斤TNT炸药爆炸释放的能量 或者是2公斤煤炭完全燃烧产生的能量 是不是不明觉厉啊 不过它未能打破核聚变Q值记录 也就是输出能量和输入能量之比 Q值记录是美国国家点火装置 去年创造的1.89 但输出能量只有3.88兆焦耳 不过两个装置路线不同 JET是持约束托卡马克 而国家点火装置是惯性约束激光点火 然而JET却保持着持约束的Q值世界记录0.67 而这一记录早在1997年就实现了 契机没有任何托卡马克装置能够打破 核聚变简单来说 就是你要想办法让两个原子挤在一起 融合成一个原子 由于会损失约0.7%的质量 因而会根据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 释放出质量乘以光速平方的巨大能量 你可以脑补一下 光速就已经不得了了 再平方一下那还得了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比登天还难 你拿两个磁铁把他们相同的磁极完全靠拢试试 原子的合并就是原子核的合并 而原子核带正电会像铜磁极一样互相的排斥 不同的是你非要把铜磁极硬挤压在一起 它们最终会碎裂或者是消磁 而原子核中有一种力叫强力 只是作用范围极短 如果你把两个原子核挤压到强力的作用范围 它们就会瞬间改变主意 融合在一起 核聚变也就发生了 这就是俗话没说过的 强有的瓜更甜 托卡马克就是人类制造出来强有瓜的 它用磁场把核燃料约束起来 不断加热形成高温等粒子体 粒子就在里面瞎碰乱撞 只要温度足够高 密度足够大 维持时间足够长 总有一些粒子会撞到强力作用的范围内 成为幸福的一家人 释放出爱情的激烈火花 我们就可以用它们的爱来发电了 JETI就是这样的装置 它于1983年建成 是第一个用刀串燃料运行的反应堆 1997年输入24兆瓦时 创下了最接近收支平衡的Q值记录0.67 产生了16兆瓦时的能量 那么为什么这几十年来 全世界那么多国家 建了那么多拖卡马克装置 都没有打破这个Q值记录呢 因为这实在太难了 我前面说的温度要足够高 密度要足够大 维持时间要足够长 也就是所谓的核聚变三重机 时间乘以温度乘以密度 要达到约3.5乘10的28次方K秒每立方米 才可能取得收支平衡 而目前最大的拖卡马克三重机记录 是1996年日本的JT60创造的 1.77乘10的28次方K秒每立方米 还差了整整一半 而且这三个条件是相辅相成的 不是一味的提高其中一个两个就能够成功 比如温度和密度就是相反的 你把等力子体温度升高 密度就会降低 因为你磁场是一定的 力子就会向外飞 甚至撞到枪壁上 温度就会下降 或者约束不好失控 等力子体也就散了 维持时间也就结束了 所以还有两个记录 一个是最高温度记录 来自美国的TFTR和日本的JT60 分别在1995年和1996年 达到了5.1亿度和5.22亿度 中国的东方超环 2021年5月实现了1.2亿度 101.2秒的约束时间 12月实现了1056秒的最长约束时间记录 但温度只有7000万度 一些人甚至担心 这个三重记可能根本就是无法达到的 比如密度是和体积层反比的 而体积和半径的三次方层正比 这意味着随着温度升高 等力子体半径稍微扩大一点 密度就会急剧下降 这还怎么三重记呢 所以需要建造磁场越来越强的托卡马克装置 国际热和聚变装置 IDER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 等力子体大半径是6.2米 小半径是2米 远超目前的任何托卡马克装置 目标是将10亿度的等力子体 维持500秒以上 输入50兆瓦 产生500兆瓦的核聚变能量 也就是1800兆交尔 相当于现在JETI最后一个记录的26倍 Q值等于10 IDER预计在2025年建成并运行第一个等力子体 2035年开始全刀川实验 如果三重机真的是无法达到的 那么这几百亿美元 人类历史上第二大合作典范 第一大事国际空间站 也就打水漂了 我们的人造太阳 终极能源梦 就可能彻底熄火 所以欧洲对此也是交心如焚 想方设法压榨JETI的残余价值 因而在最后一次实验中 干了一件以前从来不敢干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JETI是D型托卡马克 也就是磁铁形状是D型 而不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 但离子体的截面看起来也是D型 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出来的 被称为普林斯顿D线圈 认为D型磁铁会让张力更平衡 但离子体可以更好地抵抗垂直磁场的扰动 减少垂直磁场的约束要求 从而更稳定 并且D型截面结构相对简单 容易制造和维护 所以后来的托卡马克基本都是这种形状 日本JT60 美国TFTR 中国东方超环 来自最大的大波士 国际热和聚变装置IDAL 都是D型线圈 欧洲最后一次干了什么不敢干的事呢 他们把等离子体形状变成了反D型 也就是这个形状 由于枪壁不是为这种形状设计的 而等离子体温度上异度 这意味着有可能会对枪壁造成损伤 通过这种测试 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等离子体 边缘稳定性的数据 从而防止能量爆发到达枪壁 为未来IDAL运行中保护枪壁提供参考 简而言之 就是这个东西反正要拆了 最后一次大家就放飞自我吧 坏了就坏了 反正也不会爆 那么为什么只维持了5秒的核聚变呢 因为磁场线圈设计就是这样的 超过就会导致磁铁过热 我估计甚至可能导致烧毁 不知道都是最后一次了 为什么不干脆完全放飞自我呢 是不是过热就自动停止了呢 然后就是接体的退役计划 看起来也很奇葩 要用16年的时间慢慢拆 边拆边看ETA的实验 然后从中寻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等离子体与内壁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高能中脂浮罩下的材料性能 影响等离子体约束的因素等等 榨取它最后的剩余价值 这些都是未来研究和商业反应堆需要的重要信息 拆完了 ETA差不多也该出成果了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我估计可能还是接体太复杂太庞大 几十年的实验下来 里面积累了大量放射性物质 具有很高的风险 需要各种创新的技术和设备以及环屏和许可等等 所以需要时间来慢慢拆 最后是我以前制作的一个表格 比较了世界上曾经和正在运行的 6个主要托卡马克装置的参数和成就 可以看出JETI至今还是已建成装置中规模最大的 日本刚刚升级完成的JETI60 SA和它规模差不多 也是设计为IDAL做实验的 JETI可以拆而瞑目了 放心的去吧 带着荣耀和成绩 如果未来人造太阳成功了 世界拥有了无尽的清洁能源 人们都会怀念你的 每个人参照 都会给予现金